大家好,今天是6月21日 下星期期會轉倉 到7月 今次的期期轉倉是很重要的 因為月結和半年結 也是貴結 所以到此看看 今天試一下先升上去 所以升的板塊就很少了 只有5個板塊是上升的 沒問題,我們看看哪些升 有紙、農產品等等 這些都是以前排名較後的 今天湧上來 我指的看法就是 在這些遇到的情況之中 除了電子消費產品 這些是突然之間 翻生之外 有些是輪流炒 我們看看 這是紫琴林業的 你看,全部都是很小的股價額 升幅也不算很多 這樣帶動不了大市的氣勢 農業產品更加帶動不了農業的氣勢 更加帶動不了的 大反派的氣勢 不過,是需要留意的 個別的農業股和爺爺都會有一個幫股 所以這類股票、這些股票、這些股票 可以多留意一下 再其次是汽車 汽車方面 恆大今天都要發威 不知是否買了之後 別人肯去工作 不過電動汽車市場應該越來越競爭劇烈 再其次就是零售 零售也見到做得很細矮 中國中緬的時期中 其實已經是見過了 上市以來一個相對的低位之後 才再升一點點而已 再其次就是電子休閒產品這一方面 這些都是比較多一點的東西 這些是正面一點的 爺爺因為支援更換身 加電方面 所以這一點 再看看個別的板塊方面 就是很多東西 不用看了 一片綠 所有大牛龜都綠色了 還有就是這個雙湯 還在微微升 好 這也是一樣的 因為升不破保力通道的中軸 跌下來 這個走勢是不好的 應該要下視保力通道的下軸 以致落到這個位置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就應該不要跌穿了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 就是176 如果跌穿176的張點 那就不好 怎麼不好呢 就是這樣 看看吧 如果跌穿了這個176的話 就即是說是 即是說是 你從這個位置 跌穿了 應該在下面再下 就應該要守172的了 這個172是之前的 是頂阻力位的 整天都說升不過升不過 升不過 升不過之後 現在再下下來 那麼在這裡的話 就盡量要守到這個位 守到這個位 在技術上面 就可以繼續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就 不好了 同樣好像這裡 這些也是 這裡的 整體上去 守到這裡 守住 這樣就升上去 這個也是一樣的 這裡 支持支持 跌了 再跌一點點 然後再升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裡呢 是需要起 下個星期一 可能還要下一下 然後再用一支 洋竹 升潘破這裡就好了 需要怎樣呢 連續四五天的洋竹上升 才可以擺決 厄運 好了 各位仔細看 今天可以留意的 是叫TCL電子 按照片 我們會再聚嗎 再用一支 我們會這樣